哈嘍 大家好 報告參謀 三隱藏修裂完成了 看來你的速度總算是達到巔峰啦 報告目前速度952 出發 沒有這麼多問題 趕緊出發 可是 派兵 三隱藏 準備出發 今天對決 風流大隊長 第一場 我們使用後手 事實上狂人啊 要說我一直用後手 我是打得贏他的 但是我真的沒有這麼多時間啦 我們這個節目也要做一個完結 所以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個橋段 我們先使用後手 後手打怪人組 當然比英雄難 為什麼比較難呢 因為首先 對方如果有放溫德啊 又或是星紅 文女 甚至是波羅斯 你都要承受這些攻擊 那英雄組的話呢 目前能攻擊的角色有的時候是水龍 有的是紅帝 好了 這個時候對手的溫德187萬嗎 是1870萬是不是 哎呀怎麼演化啦 好 那換我們的波羅斯 一開局通常兩邊都要做一個承擔 寵物爆掉的順序也是相當重要的 我只能說 狂人這一場也是盡力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我可以打贏 你們先看 看完再覺得怎麼樣吧 星紅 文女一千一百五十萬 這一次波羅斯還有承擔住 接下來 大熊岩 前面剛好放一個鳳凰男 這一次也沒有問題 鳳凰男還有一口氣 不過波羅斯又錘過來 暫時趴下了 一個反擊 大熊岩 倒掉 我們這邊有倒掉 阿修羅充全2000萬 蚊子爆掉了 又形成了一個兩個大四個 前面不放鳳凰男也是有點危險啦 這個時候波羅斯先自爆 自爆完了之後 等一下還有鳳凰男會爬起來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比較有機會 那麼這一場要怎麼打贏呢 有兩個問題可以探討 第一個是弗雷姆有沒有五星 五星之後我們可以開啟 全隊的一個盾牌做守護 那麼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當前的擺陣我認為是OK 這個溫德給他打都不要緊 就是我們的鳳凰男速度 目前也比他的阿修羅快嘛 這個也OK 就是前排你要再多撐一點時間 就夠了 絕對夠 溫德倒下之後 鳳凰男接下來也會倒 你只要有多一隻 再想看看吧 也許豪傑也OK 但是黃人真的沒有練豪傑啊 最後當然是 還沒打完喔 這一場可以說是兩敗俱傷啊 真的要說誰贏誰輸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但遊戲的規則就是我們輸 那怎麼辦 當然 只能出絕招了 報告殘謀 我就差一點 看來你的修練 實在是沒有完成啊 殘謀 什麼 這個是趕什麼的 六銀杖 就是六銀杖了嗎 這是十七銀杖 拖蕩 馬上出兵 終結隊長 後來我們把索尼克的速度 給他調到最快了 這一場在對決風流大隊長 看高速跟低速差在什麼地方 我們擺陣還是稍微調一下 調得差不多 這豪傑也不要了 OK 就這一套陣容了 跟上一場一模一樣 分場戰鬥開始 風流大隊長 這一次我們戰地五千四百萬 他是六千一百萬 還比我們高了七百萬的一個戰力 不過以現今一拳超人 手遊這樣的戰力 你撐得上越戰嗎 我認為也不算是越戰 所謂越戰 可能要兩千萬三千萬 會比較有感啊 七百萬的差距真的不大 像狂人啊 這邊放鳳凰男 戰力自然就低了嗎 我就這樣子嗎 好了輪到我們的阿修羅 這一次一千兩百萬 當然狂人的阿修羅普攻 有的時候都打到三千多萬 這一場剛好沒有看到普攻 也比較可惜 索尼克轉過來 有弗雷姆的加持 當前狂人這隻弗雷姆 目前血量是七百萬 七百萬的弗雷姆啊 暫時是用的可以了喔 你要用的很強也是OK 只是你要吃這麼多身心卡 有沒有辦法練他嗎 好了 那我們的普雷姆目前還是活著 索尼克先保了 一千零七十萬 我們沒有溫德 還是這樣子打 這樣子也是OK 因為前面放的三隻 就是要給他暈的嗎 有沒有 大九眼阿 普雷姆阿 送給他 還有鳳凰男 也送給他 我們保阿修羅 前面拖時間嗎 好 那麼接下來 還是兩頭阿修羅 怎麼看都是阿修羅 換狂人的佛羅斯了 這次打在星紅上面四千三百七十萬 這傷害還不是打太高 扭曲立場 一千一百萬 三個打三個 他的索尼克還活著 這個時候相對就比較安全了 不過破羅斯應該也不行啊 這給溫德追 這裡一下 那裡一下 最後也是受不了 溫德四百萬 兩百四十二萬的追擊 阿修羅吹過去 溫德都還沒有倒 還有一口氣 唉有點可惜啊 能不能打贏啊 換風流的阿修羅 這次技能打得更高了 一千四百四十萬 肯定是一頭惡絕的阿修羅 並且攻擊 我看來應該也是點滿了 就是點到二 點到滿了 溫德三百一十九萬 這次應該可以倒了 換鳳凰男爬起來 當然啦 狂人這一場沒有上溫德啊 我就是用鳳凰男放在前面 這也是一個戰術之音 OK 那麼接下來要觀察的就是 我們的速度比他快 多做一個反擊嘛 好了 輪到阿修羅 分場戰鬥 狂人隊 暫時獲勝了 當然有的時候你要打怪人組啊 還有英雄組 你的速度裝備沒有這麼多 還要做一個切換 所以這個戰鬥畫面 事實上風流隊長是一個非常棒的玩家 還有 大家不陌生的聖靈人 在怪人的禁忌 我們也跟他切磋一下 這次我們速度比較快 索尼克九百多萬加蚊子 兩下一千三百萬 溫德並沒有倒 我們這一場就擺溫德看看啦 這一次暈在阿波羅斯頭上 看效果怎麼樣 換狂人先發招囉 我直接擺在阿修羅的對面 直接給你觸動一個反傷 五千八百三十萬 哇 我們這個波羅斯前面的寵物棋 也是有點厚啊 這個有一隻還幾乎是三分之二的血條 他的阿修羅打過來 一千三百五十萬 我們前面又製造了一個反傷 像這樣的隊伍 你溫德要暈神 有的時候也差不多啊 你要溫溫德這一排當然CP值最高嘛 然後你的破羅斯 你打溫德這一排CP值也是最高嘛 只是狂人想說直接打假裝看看嘛 好了 他的阿修羅 血量也是很厚 在後排 還是屬於一個阿修羅對決 所以你在後手 你要打敗一樣有阿修羅的對手 你前面我估計就是要有鳳凰男 弗雷姆也是我非常喜歡的角色之一 你不要有鳳凰男 你也要有弗雷姆 否則你要打後手扛不住 絕對扛不住 因為呢先手的人攻擊很狂 弗雷姆的盾牌也很狂 這一次波羅斯三千 哎呀也是一樣啦 你看看雙方都是爆神片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風流大隊長的波羅斯 一來一往 接下來還有三個四個 延續風流大隊長 這一次五千四百四十萬 又一下五千五百萬 當然啦後面有小寵物啊 所以有一點是吸收了 這一下漂亮 直接把狂人的阿修羅六千七百萬炸掉了 還有最後一下 也非常謝謝風流大隊長 給各位觀眾帶來這麼精彩的表現 七千一百六十一萬的波羅斯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是狂人 大家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